随着不少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道 一位来自山东的大一新生王家一鸣 以特殊的方式开启了大学之旅 王家一鸣父子俩8月16日从山东自博出发 西新14天,1089公里,横跨5个省 于8月29日下午抵达南昌大学报道 29日下午,记者在南昌大学见到王家一鸣 听他讲述了这一路的起行经历 南昌大学,我们到了 我们是从8月16号开始一直到今天 一共是14天骑行了1089公里 市比较多,省的话是一共有5个 分别是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和江西 蓄谋191年了,在大概去年的这个时候 当时想着进高三,给自己找一个 能够值得让我去奋斗的一个笨头 就想着以后不管考到哪里 都要去骑车去报道 王家一鸣告诉记者 能够顺利其行完成新生报道 离不开父亲的理解和支持 并戏称父亲为宇宙第一爹 王家一鸣父亲表示 刚开始以为孩子只是一时兴起 没有放在心上 高考结束后 王家一鸣便开始做监制 准备攒钱买自行车 这时才意识到孩子的决心 父亲支持孩子又担心路上安危 便决定一路同行 到18岁 沟通也好 相处也好 时间最长了一个 因为毕竟上学 他上去就晚上办 时间上可能就是晚上才 所以他一份是担心他的安全 再一个还是也是想多一点 非常值得 因为对以后他的人生的暴露 无论是碰到什么困难 然后只要是努力向着目标前进 只能够达到中间 记者见到王家一鸣时 有黑的脸庞和手背 尤为显慕 他带着笑意向记者展示了 自己的肤色差 王家一鸣表示 一开始把骑行这件事 想得太过简单了 身体例行才知道不容易 我们正常是五点多起床 然后一直起到晚上 下午的四五点 找个饭馆在那儿 就是吃着饭 休息休息 坐一坐 主要太阳不是太热 就继续 然后那几天实在高温预警 确实起不了 然后我们会早晨起得更早 可能四点多起来 只要赶路 困难一个是地形的原因 因为走很多山 再一个就是天气 因为我们几乎一半的时间 当地的城市都发布了高温预警 然后再就是路况的问题 半路应该是扎了三次胎 长途七行 开工没有回头见 我就是爬 我也就爬到南昌大学 六号之前我二十多年没碰死 出发的时候没把这个当回事 第一天后 上海之后 第二天第三天 就有确实的感觉 腿抹着自己的了 真正不疼了就是 你们过了合肥以后 身体也适应了 但是过了合肥 过了肥肥肩以后 这才是三个人 王家一鸣就读的是南昌大学建筑设计学院城乡规划专业 作为准大一先生的他满怀憧憬 王家一鸣坦言 这次其心报道的经历就像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 希望自己以后能在专业上学有所成 投身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这相当于我长征的第一步吧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是乡镇地区 农村 包括我的专业是城乡规划 如果有机会 所以我希望将来能够出生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当中 相信自己长征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